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 家里爸爸妈妈奶奶都特别疼我 那时候就觉得每天过得很开心 就觉得很幸福 但在96年大概是夏天 有一天我就去邻居家玩了 回来的时候走在客厅 就看家里多了个小男孩 他就坐在那个凳子的角落里 眼睛睁得大大的 这时我妈妈就把我叫了过去 跟我说这以后就是你的哥哥了 他是领养来的 以后你有玩伴 你们可以一起玩 当时听了还挺开心的 还多了一个哥哥 对 我就觉得以后我们可以好好一起玩了 但是呢 没想到 他的到来呢 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挺大的变化 记得有一次吧 就是我妈说要去街上给我们买衣服 但是我也挺高兴嘛 等我妈回来的时候嘛 她就把我们两个叫到房间 然后打开一个袋子 拿出两条裤子说 这条是你哥的 这条是我的 接着我妈又从袋子里面 拿出一件上衣 直接就套在我哥的身上嘛 我瞅了一回也没见我的嘛 于是我就问我妈 那我的上衣呢 她当时很平静 她就跟我说 哎呀我今天钱没带够 我下一回给你补 我当时听了我就生气了 我就说 你偏心 你现在去哪里玩 你也带着哥哥去 有什么好吃的 也是想着哥哥 现在买的衣服甚至也不一样多 你就是偏心 然后我妈这时她就走到了屋外去 她就用那个钳子 夹起一个煤球 就朝我扔了过来 嗯 然后嘴巴里还说探视你 其实当时我挺委屈的 我就觉得吧 嗯 明明我才是这个家里的亲人 你又不是这个家里的亲人 凭什么你的到来了 就把我的一切都抢走了呢 然后我就把这种 就是把这种恨都记在我哥哥身上嘛 我觉得都是因为她的到来 她就抢走了我的吃的穿的 她还抢走了我妈对我的爱嘛 所以我当时 就是不喜欢她嘛 那时候没多久嘛 就发生了一件 就是有一天放学的时候嘛 然后背后就有几个小朋友在议论我嘛 说我不是亲生的嘛 说我是我妈抱怨的嘛 但是我不相信 但是我不相信 我就 我就跑回家嘛 就问我妈 我就说 外面的小朋友说我不是你亲生的 是不是真的 她就看了我一回来 跟我说 你确实不是我亲生的 但是听了心里也是特别难受嘛 我觉得生活了这么多年的家 她原来不是我真正的家嘛 然后叫了这么多年的亲生 就是父母 她也不是我的亲生父母 但是她跟我说你看 你哥也是领养的嘛 所以你们在这个家 要好好的互相帮助 一个意外 让张长双知道了 自己并非家里亲生的身世 而面对相同身世的新哥哥 反而有了一种亲近的感觉 两个六七岁的小孩 在家里慢慢的走近了彼此 这时 集万千宠爱的张萍 在来家一年后 随着养父的嗜酒 家里的地位 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让她 对这个家充满了恐惧 就到第二年的一个夏天嘛 我养父当时居然 就是想把我扔进里面 发生了什么事 当时的话就是 我跟养父睡在一起 就是我现在的媳妇嘛 跟我奶奶睡在一块 那时候听到那个哐的一下 一个声音嘛 一下子就把我吵醒了 那时候应该就是 我养父在家里面 应该是喝醉酒了 在砸东西 啊 当我养父就是 突然看见我的时候 就直接露去秀子 然后在我这边 就是快步走过来 一边还说 眼里有什么用呢 扔进里面是算的 我一个唐叔嘛 从路在一个旁边 就走了过来 唐叔就 回来就牵着我的手嘛 就把我送到唐哥家去了 就是 那时候我是一天 有时候 甚至有时候 就是今天吃完一顿 明天可能 就得饿一顿 都没吃的 嗯 然后我就跟我养父说嘛 他说你们自己家里 自己看得办吧 那时候我听 就是听到他 所以我就心里面 特别伤心 就是有一天放学的时候 我就一个人 走着走着 谢谢 然后去看看哪个河湯有水 我这样活得太累 我到时候就想到 就是想到去跳 找个河湯里面 直接跳里面 死了算了 然后幸运的是 我还有妹妹奶奶 我们三个人都相依为媚吧 但是我看着他 其实也是 觉得他挺可怜的 也挺同情他的吧 然后就是在03年吧 就是发生一些事嘛 我对他的看法 就是改变了一点嘛 有一天写作业吧 晚上 我们两个就在写一篇作文嘛 作文写的主题 刚好就跟这个家有关嘛 当时就是上 拿着这个本吧 题目写了一个字家 但是底下不知道怎么写 自己原来的家 我又不知道 然后我就看着我哥哥嘛 他也是一篇空白 他也没写 然后我当时就 我就问他嘛 我说 那你还记得你以前的家嘛 他就跟我说嘛 他说他家 以前很穷 但是兄弟姐妹很多 家的旁边也有一棵核桃树 上面有一只老鹰嘛 然后就在96年的夏天 也就是差不多是收花生的季节 他说他跟他的妈妈姐姐 就是拿着家里的折耳根吧 拿到上集市山去卖 他就跟他的妈妈跟姐姐走上 没多久就来了三个男的 但是有一个他的记忆里 他觉得是他的爸 于是就跟他们走了 就是我记忆里面 他就是我的亲生父亲 因为我当时没有任何的就是反抗 我就直接跟他走了 来到了福建 对 来到了福建 然后听他讲完嘛 我当时就问他 你对你以前的家记忆那么清楚 你怎么不去找家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嘛 他就跟我说 我爸都把我卖了 我去哪里找家 家在哪里都不知道 就是你第一次问你哥哥 家是怎么样的 对 第一次 这也是我们两个嘛 第一次聊的这么多嘛 听他这么说 心里也觉得替他难过 但是我又很羡慕他嘛 因为毕竟他对他以前的家嘛 小时候的记忆还那么清楚 像我呢 自己家在哪里都不知道 你问过奶奶吗 问过 他反正就是跟我说嘛 我是四十天左右来到这个家的 但是我是 家里是因为重男轻女嘛 就觉得什么条件不允许嘛 把我送出来了嘛 然后我觉得可能自己也差不多命运 我们就一起分担家务嘛 就比如说我要是做饭的时候呢 他就在底下生活嘛 我要是搞卫生的时候呢 他就洗碗 这时候就让我感觉 他就像一个哥哥 就是懂得保护我照顾我嘛 那什么时候你们一起结婚 差不多到了二十来岁吧 就是有一次过年嘛 吃完年红月饭的时候嘛 我奶奶就把我叫到房间嘛 就跟我说 你看 你跟你哥都是成年人哦 是不是该考虑组成一个家庭嘛 但是我听得其实挺吃惊的嘛 他就说 你们俩从小一块长大 彼此又很了解 而且他为人踏实嘛 对你也挺好的嘛 我养你这么大不容易 我实在也是舍不得让你离开我嘛 其实听了时候 心里也挺难过的 第二天 我爸妈嘛 也把我们叫到一块 说了同样的事嘛 也是说让我们组成一个家庭嘛 但是我们看了对方一眼嘛 一句话也没说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样想的 刚开始其实我们两个是 不太情愿的 因为那时候是把他当妹妹一样的 但是后来就是奶奶跟我们说嘛 他就说我们两个要是上的话 这个家从这就散了 就没有这个家了 因为我们两个就觉得 也是舍不得奶奶嘛 后来大家也劝说之后嘛 我们就结婚了嘛 原本就觉得呢 就想要把这个生活过好嘛 后来堂哥就给我们介绍了一份 河北打工的机会嘛 但是我们就一家人就都跟了过去嘛 来河北之后没多久嘛 就发生了一件 对我们打击还挺大的事嘛 就是在这里有大概上 有一年 一年多两年的时候嘛 就是有一次我在 坐月子的时候嘛 我就跟我奶奶通电话嘛 然后她打电话跟我说 就是说让我注意身体嘛 要吃饱 要注意串暖 然后到了第二天嘛 张明就去上班了嘛 没过多久她就回来了嘛 她就跟我说 奶奶去世了 哎呀 我都不相信 我都不相信 接 接受不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昨天还好好的一个人 跟我有说有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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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之后呢 张明她也挺关心我的嘛 嗯 因为剩下的妻人就只有彼此 跟孩子了嘛 我就在想 我要更努力的去工作 然后去照顾好这个家 刚来到的时候 我自己是很很自卑的 为什么自卑呢 因为我的手 当时跟别人不一样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小时候嘛 有一年快过年的时候 去点那个编炮 嗯 突然就炸了 就是把我的手 炸成这样子了 怕橄榄 然后又把我剪去了一截 有时候我听我 几个堂住在一块聊天嘛 他就说我的手这样子了 就找不到工作 那时候我听了 手心里特别难过 我就在想我以后可能 就是真的如他们所说 真的会就是这样子的 就只能待在家里的 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堂住跟我介绍的工作 是做首饰维修的 做首饰维修 是 那两只手都得用上 我刚才说做我的同事嘛 也看见我的手这样子 也就是用不厌的眼光看着我吧 在他们看来 就说我手这样子 到底能不能做这个行业 妹妹相信哥哥吗 相信 为什么 因为这么一路走来吧 我对他很了解 就是 即便别人 怎么笑 怎么嘲笑他 或者说瞧不起他 他都会 努力 努力 证明给别人看 他是可以的 嗯 他都会自便 几百遍 我经过这几年 努力嘛 就是 我也没以前那么自卑的 也比较自信 现在日子过得好了 其实我们这个小家嘛 过得也算挺安稳的嘛 挺幸福的 就是平平淡淡 但是实际上 这个大家庭 它其实是不完整的嘛 有一次过年的时候 我那个孩子就跟我说嘛 妈妈 为什么我们不回老家过年呢 我当时就跟他说嘛 因为家里有蟑螂嘛 有虫子 怕你回去以后会适应不了 嗯 怕你害怕 其实是因为家里没有 对 让你们留恋的人呢 对 谁不想一家人团团圆圆地 坐在一起 和和睦睦地吃个饭呢 但是 养父母带给我们的嘛 不是温暖 而是吵闹 出来 不会关心我们过得好不好 孩子 怎么样 反正就是 从我们董事之后 有什么大小事 我们都是 自己撒脸 自己 所以你们既是 一对 同甘共苦的兄妹 对 也是一对 金金魔力的 夫妻 前段时间嘛 他不是说 会梦着他以前的家嘛 还回去了嘛 嗯 刚好我最近又是 在 经常在看 等着我这个栏目嘛 嗯 我就跟他说 这是不是冥冥之中 想让你去找家呢 于是我就帮他报名了嘛 你自己想找吗 我当时还是 比较犹豫的 对 还觉得爸爸把自己给卖了 对 但是我就跟他说了嘛 趁着自己还年轻嘛 想找赶紧找 这也许是个机会嘛 对 就跟他说 难道你就不想弄明白嘛 嗯 后来他就 听我这么说了之后嘛 想了一会儿他就同意了嘛 你给你自己报名了嘛 我对自己的记忆 一点都不知道 但是那么小 哥哥了解妹妹嘛 你觉得他内心里面最需要什么 我觉得他最需要的就是家 最需要是家 家和亲人 你觉得你做到了吗 目前还没有 因为我现在给他的家只是一个小家 我给他的照顾是不够的 他除了我 没有任何依靠 其实我觉得我对他亏欠挺多的 比如说 像就是别人家结婚嘛 嗯 都有办酒席 然后我两个酒席都没法跟他办 我们俩婚纱照都没拍过 我也希望如果我今天在这里 能找到我形成父母的话 嗯 我希望给他一份希望 给他一份动力 那让他也通过等着我南部 去找他的亲生父母 其实那时候我媳妇跟我说的时候 我也知道我媳妇那时候想家了 因为他只有想家了 他才希望我去找我的亲生父母 就是看起来是你媳妇帮你找家 其实他内心也在想家 只是他不知道家在哪里 而你还知道有一个家 对 两个有着相同绅士的人 从原本的兄妹变成夫妻 以前他们夫妻携手建设小家 努力给彼此最好的温暖 然而他们并没有因为小家的幸福 而减少对亲生父母大家庭的渴望 女儿现在多大了 八岁 最大的这个女儿 女儿来了吗 要不然我们把女儿请上来 陪父母一起 女儿来了 还有我们的编导 雨昕说 爸爸从来没有送给妈妈花 现在我们把花给爸爸 让爸爸送给妈妈好不好 哎呀 我呢希望今天在这呢 希望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 我也希望通过等着我栏目 帮她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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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你人生的第一束玫瑰 你未来会有更多的玫瑰 因为一个懂得爱的人 不仅送给别人玫瑰 自己手里也会有花香 好吗 来 我们先来看一看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的这个书都 是怎么帮助大家寻找的 好吗 来 爸爸 站在舞台中呀 我们来看一看 张长霜 张平 二位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 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 我们看到了 你们来登记 帮助张平找家 这个求助呢 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视 第一时间整理相关的资料 帮助你们展开寻找 那根据你们提供的信息啊 丈夫张平刚刚来到养家的时候呢 大家都管他叫做贵州仔 所以呢他非常怀疑自己可能是贵州那边被拐来的 那么根据这些线索呢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警方 以及当地的志愿者 共同帮助你们展开了寻找 根据你的记忆 家乡的名字中 带个水字 大哥的学校 和平时感激的地方 好像叫鼓励水 你和二哥一起去上学的地方 叫电影坝等信息 我们立即为你在宝贝国家网站 发布了寻情提供 很快 四川阵案者 风的传说 对帖子里提到的电影坝进行了查询 觉得正确的地名 应该是贵州的电影坝 我们立即联系了警方 协助寻找 我们着重针对这些地方的人口失踪案件 进行了逐一的排查实力 我们在尊医洗水间 发现一名叫夏浅忠的人 在1996年报案说 他的儿子就是跟你失踪信息符合 立即为你们进行了裁写比对 希望他们就是你的家人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感谢观看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因为我这些年来 也是在湖里面走出来的一个人 差不多20年我们没有过过一个 就是像样的一年 我们一架子也住不在一起去过一个年 我感觉不到他像一个家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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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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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阿姨 阿姨 来 我们坐过去 在这儿哭不是个事 张萍 来 张萍 来 你们让妈妈在这儿哭 你还是没有 我没感觉你死我 带路上 多多开心 啊 啊 开心了 开心了 来 来 这是你奶奶 这是奶奶 奶奶 不要哭了 不要哭了 来 不哭了 不哭了 都是你的事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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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高兴 坐下 坐下 阿姨 看看儿子 看看儿子 啊 这是奶奶 哎呀 看看孙女 就像我们刚才在学院小片里所说 贵州的洗水帮你找到妈妈的 刚才妈妈出来的时候她也在问 说爸爸呢 是这样 是这样 爸爸当年把你不小心丢失 所以这些年呢 一直非常的自责 跑了很多地方去找你 爸爸呢 现在身体不大好 这些年呢 一直有风湿骨病 所以长年卧床不起 但是听说找到儿子 非常非常的激动 一定要赶过来 一定要赶过来 但是她的身体实在扛不住 所以家里人说给她拍一个小片 拍一个小片 让你看看 来 张萍 张萍 我们抬头看看 爸爸给你录的小片好不好 爸爸说来不了现场 他挣扎着从床上站起来 要下床给你拍一个小片 来 拍头张萍 我们一起看看你的爸爸 他跟我的姻娘走回来 然后姐姐回来 以前是他人 不准姐回来 然后她的老人 她本人 议起来的唐人员 唐人员以后他再发你 长时间没有回去 已经听不太懂家乡话了 但是没关系 你有好多的兄弟姐妹 他们听说 哥哥或者弟弟找到了以后 你的大哥从杭州 你的大姐二姐从广东 你的三哥 你的南昆明 你的小妹妹 从重庆 他们都过来了 赵平 你不在只有 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了 你们有一大家的人 有请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 这是 这是大哥 还有三哥 有两个姐姐 有一个妹妹 说话的人 你怎么 为什么 你有没有 你才想到你 你 我那你都说了 坐下坐下 张铭和他的妹妹 应该说他的妻子 他们一起生活了22年 他们本来以为这个世界上 没有别的人可以爱他们 但今天来了一大家子 张铭你现在高兴吗 我现在特别高兴 能找到我的妈妈 还有我的哥哥和姐姐 还有我爸爸 因为这么些年 我都在想念他们 甚至 我有时候早上睡醒的时候 我的记忆里就在 就在小时候 我和各个姐姐去放宴 都是回忆 我又说 每当我难过的时候 我就在回忆他们 所以今天我特别感谢 也特别感谢 等着我栏目的所有的 帮助我的人 要是没有他们的坚持的话 我们可能从一开始 都放弃了 首先你应该感谢 你有个好妻子 她去帮你报名 其实你应该感谢 你自己的努力 让你们家 可以勇敢地走出这一步 当然 更感谢的是 有这么多的人 都在等着你 当年这个孩子被拐的过程 谁能说清楚 说一下 我父亲带着我弟弟和妹妹上街 就是我们那里的感觉 在那边找了一点临时工 住了几天 认识了两个朋友 上班的时候 他那个朋友 有一位过来就说 那么我今天不上班了 那么你把孩子留下班 我带着带着上班 不方便 他也没考虑那么多 就去上班了 等到他们下班回来 我父亲就问 孩子没看到孩子在家呀 那公有时候孩子丢了 我父亲那两个公有 就和我父亲去找了两三天 找到第四天 我父亲就找了回来的年了 两个公有也不见了 就只有我父亲 一个人在那里了 我父亲就很绝望 他就知道被骗了 但是他没办法 又继续找 他从家里找 找到重庆 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又从重庆找回来 跟着家里原先 一直找回来 找到我们这边 打听消息 一点消息都没有 他这两个公有 可能本身就涉嫌犯罪 我们会要求贵州 和福建公安机关 联手开展调查 争取把人放在那里 抓到 张平的妻子 也是来历不明 你也应该联系 当地公安机关 采取检测DNA 到全国打管 后里去比对一下 如果你的亲生父母 在找你的话 就应该能比重 知道 谢谢 好 张平 带着一大家子 妻子帮你找到了家人 你们这一大家子 帮妻子 也找到家 也找到他的亲生父母 好吗 我们会的 来 走向你们的新生活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来 谢谢 谢谢 谢谢称慧老师 走 我现在就 走吧 来 走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